你给我正经一点 姜 你发现你不紧干 你不紧和珍珠树 才能发现切天气 可为什么你的家庭 如此普通寻常 不是跟你说 我被打劫了吗 老神仙救了我 然后交给了我 无敌神功和无上医术吗 你要是再这样 别跟我说话了 说真话没人信 好吧 医术呢 是我大学的时候 对医学特别感兴趣 就常常去隔壁的医学院旁听 听着听着就学会了 你大伯的病 我也只是刚好看过案例而已 那切天气呢 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电子中 对电子产品 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 我感觉 我能看见电波 就像超题电影里面演的那样 哦 旁听中一课 能学会珍珠树 学电子专业 还能发现切天气呢 也许 这就是天赋 吹吧你就 吴江 你的医术没有系统化的学习 以后少给人心理治病 如果真出了事 那可是要坐牢的 谢谢提醒 以后我会注意的 走吧 陪我去吃个饭 哎 呦 江总亲自赏我肉 那我得吃啊 少平嘴 就当谢谢你为我做的事 这一块 那怎么够 你爱吃不吃 美女 这杯酒请你喝 你是谁 我从来不喝陌生人的酒 麻烦请拿走 有个性 平日里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想让我月少 多看一眼的资格 我主动邀请 你该感到无比荣幸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把酒拿走 哈哈哈哈 不愧是月少 既然这么喜欢 当众麻强酒 这不是胡总吗 哈哈哈哈 月少 彼此彼此啊 有没有兴趣 一起啊 哈哈哈哈 滚 你们要是再不走 我就告你们骚扰 你该想清楚 机会 就一次 月少 彼此你身边这位 可要抢上百倍不止啊 保安 保安 这饭店 还没人管了 是吗 喊 切着喊 我看谁敢管 在临城 月少看上的女人 还从来没有一个 能跑掉的 实际上的 就乖乖喝了这杯酒 武将 你吃完了没有 吃完赶紧走 不要给脸 不要脸 这样搏了月少的面子 在临城 以后小心点 怎么跟美女说话呢 这位小姐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月不凡 我们喝个焦杯酒 庆祝一下 如何 吴将 你吃完了没有 别呀 我还没吃饱呢 还是这位兄弟 实际 我看 这顿饭我姐 至于你嘛 可以滚了 我看上你的女人了 这顿饭我姐 至于你嘛 可以滚了 听不懂人话吗 你滚 就你这样一个土鳖 能玩玩如此漂亮的女人 简直棒天天 希望你不要惹本少生气 不然 后果是废 后果确实严重 我最讨厌别人 拍我的脸 还蛮调的呀 我就拍你脸了 你能咋的呀 救我 月少 吴将 你没事吧 没事吧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立马过来跪下 给我老婆赔罪道歉 否则 你今天将会成为一个残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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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这样的事 算你忧众 你们知道月少是什么人吗 我告诉你 你要完了 你要彻底完了 我倒要听听 你们到底是谁家的狗 我要对了 怕吓死你 知道了鲁南四大家族吗 月少可是龙公子的表弟 岂是一个土鳖可以得罪的 鲁南龙家 鲁灯 你闯大祸了 在鲁南凌晨 没人敢这样对我 你是第一个 现在要么给我跪下 要么自断一只手 再乖乖把你的女人让出去 要不然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要是不 你是江城日子 行行将军 也得和我叫吧 你们想要做什么都给我助手 我们凌晨江家也不是吃醋的 老婆 我既然已经出手了 这是让我自己来解释 喂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赶不到我就不治了 有人 先往老子来 我看谁敢保你 月少还等啥 赶紧叫人过来 坐来这小子 把这女人带回去 房间都给你开好了 哼 还是胡少等我呀 别着急 人已经在路上了 等我玩完 胡少你也可以尝尝些 多谢月少 就一少您这气量 可比龙帅那个碧羊子强多了 要我说 龙家的继承人 应该是您才对 迟早的事 到时候一定忘不了胡少 听说有人想让我死 我接受龙家 我倒想看看是谁 这位是我的新兄弟 你们咋了啊 一定不会咋了 你说该怎么做啊 月少 你他妈谁啊 你别说直转了 这你们给带个子银下过来 你说我不认识啊 真的 你要相信我啊 龙顺 这位是我的亲兄弟 你们打他 就是打我的脸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你说该怎么做啊 月少 你他妈谁啊 月少 你腿是不是软了 怎么能给这样一个土鞭下跪 路少我不认识他 真的 你要相信我啊 龙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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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远不识泰山 您打人不及小人过 奉我一马 你还不配合我道歉 我 我知道错了 刚才不是说 要我跪下给你道歉 五月向您赔罪道歉了 五江要不算了吧 两层 感动我的女 说了要让你鱿子 不是一 怎么 你有意见 别让我再看见 顺便把饭店给我封了 你先上车等我一会儿 我和龙少处理一些后面的事 好 别太晚了 怎么会这么快发病 你这 好像是中了毒啊 小吴先生 救我 放心 我说了要给你治病 就没人要得了你的命 区区小毒 不足挂齿 来 盘队坐下 天地取消 痴魅王良 九宫臣室 轮回环阳 先生 我感觉自己没事了 龙少严重了 我收钱治病 治愈你是应该的 从今天开始 我龙帅 欠你一条命 这是我龙家仅盛的道 有意思是 这种女孩做的都有 我知道 你 我 寻求你 感谢观看